前几天发现我的金钱树冒了比较多的笋牙 我还蛮高兴的 但是今天跑过去一看 发现我的金钱树被虫咬了 大家看这个金钱树笋牙这里呢 是被虫咬了一大块 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一棵金钱树这个大笋牙被虫基本上咬空了 然后呢基本上就把它整棵给咬断了 然后这一棵顶部这个生长部位也是全部被啃食了 所以说不要以为入冬了天气冷了就没有虫害 其实这个时候呢虫害还是非常猖狂的 但是我找了半天呢 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罪魁祸首 所以在入冬之后啊 这个防虫工作也是不能剩 那么怎么防虫呢 我们每次防虫的话呢 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这个小白药符虫胺就可以了 这个符虫胺小白药啊 它可以持效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内呀 只要有虫害啃食你的这个花草啊 它都会直接被毒死 那么我们直接撒进盆土里面 盆大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撒两颗 如果是小盆的话呢 撒一颗就足够了 沿着盆边啊 均匀的撒下去 再来给这个金钱树浇水 它就会释放这个药效 被植株所吸收 特别是很多花有都是将这个金钱树放在室内养 室内温度高通风差 最容易产生这个虫害 再加上天气呢 这些虫啊 它都躲藏在这个土里面或枝叶里面 我们趁此机会啊 将它一举歼灭 那么你的花草呢 才能够更加健康顺利的生长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